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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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治這次疫情之後 本來該生病的 其實他的疾病 只是這段時間被掩蓋了 但是他其實還是在進行 音樂 現在這個疫情是一個機會 那看誰能夠把握住這個機會 能夠迅速的找到機會點 往上跳 從這個指導前進行病人到底在哪裡 就是可能鎖定的一些體驗 也許在亞洲 我不要說台灣 不講亞洲 要從病人到處 那你可能要鎖定到特別的 必須要鎖定在某一個專長 也去扮演這個產業的一個角色 至少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可以說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在成員裡面的某一個 我們對於有一天我們看到 COVID-19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他就是對我來講流感一樣 時間到了打一針 大概就沒事 那在疫苗這邊呢 其實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目前來講 是有六三個包括我們知道的 DNA的疫苗 RNA的疫苗都算 然後 數量上來講 疫苗最多的是 就是所謂的subunit這種 vaccine 它也是四個 然後DNA有十個 RNA有八個 檢毒疫苗有四個 然後甚至有一些充足的 vaccine有十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不停的在充這一塊 那確實這一塊呢 大部分非常多 現在可能都還在 Prepino的動物驗證階段 當然以現在的情況 不論是從安全性來講 或者是法規單位的一個開放來講 有可能這段的時間 會比我們一般預期這個藥物做 臨床前可能最快的十個月到慢一點的兩年 也許會縮得更短 那包括一些法規上的變化都會就這麼講 那再來一塊就是做抗體這一塊 那抗體這一塊就會分幾個 也就是我們專門針對這個病毒的 我們去做這種指標性的這種 去消毒病毒 當然也有一些的抗體呢 實際上它是已經上市的藥物 可能不論是從這種 COVID-19的這種 Disease Pathway 或者是它的一個 一個治療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去看到好不好 看到Interreven 6 這樣的藥物也都在做 相關的這些臨床試驗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 台灣在去年裡面 我們開放了這個吸道治療 以吸道治療來講 我相信台灣的觀眾 也會特別關注這一塊 我們也看到實際上有細胞治療 當然他們都還在 目前的床前 他們在做目前的準備 主要上臨床 在做COVID-19的這個治療的一些準備 那整體來看的話 其實現在全球的進展呢 有一點點的 就興奮也好呢 也有一點點期待 其實在現在全球三期的臨床裡面的話 就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 右手邊有這七個藥 我們剛剛講的 美國人藥就是 Bedensivir 跟Cero 是唯一有在台灣 受病人的三期入床的 那包括像 Silby的Natira 跟Sanofi的 Introductin6的抗體 都是影響式的藥物 然後他們在延伸試應證 他們就是要去處理 包括這個病毒進入細胞 我們複製的這部分的發揮 那當然有一些 目前還在炎的 還沒有上臨床 他們都還沒有拿 所以他們也在做 其他這個 試應證的延伸 那我們後面會把幾個特別再講一下 那除了這七個呢 試跑得比較快之外 那你們可以看到Facebook Facebook做一些 這個藥物的一些療法 那在這七個裡面 其實大家應該最想問的一個問題是 哪一個最快什麼時候 我到底還要等多久 所以我就用我們的這個預測 做了一個大改的預測 這個預測實際上 是根據我們的數據裡面去做預測的 那在這預測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七個裡面 我們進度最快的 確實研究是瑞德西韋 它的時間也會是在 預計會 我們目前的預測會在2020年的10月 好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們昨天在討論 2020年10月怎麼算一算 比如說215久 有點太久 可不可以再快一點點這樣 那就不要講其他什麼2023年 還有2月的這些能力 那我要跟各位講事情是 不論是就是疫情的這個發展 或者是其實整體這個狀況 它都變化得非常快 非常有可能 在這個法規大規的協助之下 或者是數據協助之下 我們都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我舉這個例子呢? 我想給各位看一個比較 就是在2月的時候 兩個月之前 而且瑞德西韋當時呢 其實我們預測它呢 必須要到2020年的4 2024年 就是從現在算4年後 而且它當時呢 拿到這個藥診成功率就19% 那再兩個月後 我們也看到 不論是從病人的收入 或者是它現在整體的這個進展狀況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到 今年的這個月的預測 我們可以看到它已經時間在縮短了 時間會不會再縮短 我相信有可能 那實際上 以我們KORELLA AMERICA TV賽監控 每天在監控這個數據的情況 我自己其實都有隨時在關注 它只要更新它就會通知我 那我當然更希望它最好可以開始 你知道那個好像倒數一樣 2021可不可以2020能夠更快 就是我非常非常期待 那你也可以看到瑞德西韋在這邊的實踐 也就是從2024縮短到022成功率 也從19%上升到28% 那另外一塊呢 前面我剛剛講到的都是所謂的那個藥物的研發 就疫苗的研發來講 目前的這個疫苗來講呢 主要還是以預防性的疫苗 就是說就像你的流感疫苗一樣 打針注射了之後呢 我們能夠自然的產生抗體 那可能大家知道的是 就是美國的這個Modal M8 它的這個MRNA的1273 它已經的Festpatient已經在3月做了這個Festpatient Dose 那它的目前的階段也是在臨床一起 最後目前我們看到的數據是 它預計在6月可以有初步的一次接入 我們會知道這樣一個病人在注射之後 它能夠產生抗體 因為產生抗體 我們也可以開來看 它有下官的接疫苗有效性 那當然其他跑得很壞的 其實是在中國大陸本身 疫情一開始最嚴重的也是在中國大陸 那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這邊呢 這個深圳免疫經治療研究院 他自己研究出了兩種 一個是DC的Vacine 然後一個是胎色腫的這個細胞抗 表面抗原呈現的這個Vacine 都已經在做一起的臨床 那當然時間上相對於我們講的這個MRNA驗氣賽 它時間比較晚 會在大概比他們自己的累積要在2014年才會推上去 那另外一個在做的也是在大陸是唐希墨 也是在臨床的二期 所以大家來看到這個情況就是說 實際上因為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希望能夠在疫情上面能夠再控制 那當然也很期待 包括台灣我們知道像高端 也都在研發這樣疫苗會出的這樣 就是中美院的疫苗還有國外的疫苗 都希望能夠趕快能夠進入臨床 不像今天早上看到報答 我們可不可以在一個一年 就趕快有這樣的一個疫苗 大家之後就不用那麼擔心 然後也不用為了見面還要戴口罩 然後拿下來還很猶豫這樣 好 那當然我們必須看到在這個整波的疫情裡面 其實大家在看的一件事情書 我要做一個新的藥物 從安全性上來講或從數據上來講 我們可能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我可不可以從已經上市的這些藥物 包括加加非常熟的 還有Korin這樣子能夠來解決現在 可能無藥或者是能夠其實更重要是讓這些中症的 中症、中症的這些患者能夠很快就得到緩急 我這邊其實只有列了一部分 我沒有列出全部 因為一千、一千兩百多的那個kimo child 真的實在太多 就算算上intervention的都還有八百多的 我這邊只是列了幾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第一部分就最上面的 包括Ivo-Polyam、Hydro-Polyam 或是Tocitinic 那這三個都是屬於 前面兩個是屬於這個小症子 那也都是其實包括前面兩個 Hydro-Polyam 這個2000年都寫的算保守 其實他們非常非常早 找到可能比在座我們各位誕生的時間都還要早這樣子 那他們當然一開始從我們知道的奎妮 我第一次聽到的反應是虐急 但其實實際上它已經是我們的類風實性療養 那包括有不知道的市府 都已經捐了藝的 對不起 做了這個材料做了台灣康復支援 那這個是目前就是全球在做的 那包括關於這塊的話 我們從目前的數據上來看的話 包括每個CDC的這個支援裡面 確實都有列了瑞德新聞跟回應 只是說Hydro-Polyam現在因為他們會先出整個問題 在使用上面大家會其實反悔更盡順 就是除了藥效之外 我們還是希望它的安全性能夠解決 那另外一塊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從這個病毒 這個致病的路徑 或者是進入細胞複製或甚至是 可能在散播路徑裡面 Hydro-Pensis或者是跟免疫相關的 我們看到所有頭型臉的這些藥物 再來還有Junker這些藥物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們經歷了它就是手上訓練 實際上它不論是從內部尺性關節點的 或者是可能比較少見的是 血小板增多症的這些藥物 他們其實也在做不同的臨床訓練 那在這個臨床中 在二期甚至三期在做 那我們剛剛看到WU-MAP跟MU-MAP的這個律部 也就是我們剛剛的從2023年左右 應該他們就三個臨床做完 而且應該可以拿到藥物 這是我們目前的估計 當然我們試用看的時間會更早一些 那下面一些呢 可能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一些藥物 包括PD-1的藥物 我們講的這個Kichuda跟Audible 這個大概在2013、2014年之後呢 大概非常非常熟悉的藥物 那這些藥物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蠻多是屬於醫院的這個醫生 那希望各位藥廠跟合作 由他們供養病的藥物便宜 但是他希望可以去看到就是說 除了我們知道他可以抑制Cancer之外 他能不能從免疫的這個路徑上面 能夠解決現在病人 不論他是可能有腦袋技術風暴 或者是能夠解決他現在的一些症狀 一些環境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子的情況 那最後面這幾個就是我們比較熟悉 跟抗病毒類比較有關的 不論是我們剛剛前面很熟悉的這個瑞德西維 從本身是多利波拉病毒 到現場的看法 GIE、法拉利維這些都是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都是屬於這些 就是屬於這種病毒類的這些醫療之籍 那當然我有看到我們男友群之類 三肯的話可能大家會有印象 他是抗高血壓的癢 但確實有醫生在觀察就是容砂疼對於 同時又有高血壓 可能又運氣不太好的感染這個Horbin 來聽這個病人的一些醫療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了在兼職幹細胞 這種細胞治療裡面的這個 這個臨床試驗的目前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其實不論是 當然我不是說做這些東西 尤其是做藥 它必須要很強的這個科學技術 它不是我今天感覺不錯可以做這個 是我們需要很多的這個科學的這個驗證去完成 那其實我們也在討論就是說 我們自己科學完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呢? 我想給各位一個例子 就是我從我的數據裡面 我們把瑞德西維的這個 compound放進去 那放進去之後呢?我想就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它就是說也許瑞德西維這樣的一個 compound 或者是可能我知道的這個幾個 compound裡面 我可不可以透過跟它結構性相似 我找到幾個可能也許曾經做過 但是它可能沒有上市機會的藥物 它就是先是做出來之後 有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數據 它就被留在了當時的 paper 論文上面 沒有機會走到上市的這些情況 那我們可以很快的去提取這些藥物的這些數據 我們去參考說那到底能來評估 現在它到底有沒有這樣多往後發展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除了這個結構式的這個相似度之外 包括我們看到BFDA的一些在陽性上面 我們也都希望能夠提供抗病毒的這些 IC5序這些數據 那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有沒有其他 也許我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做到的 是一模一樣的是COVID-19 那我們有沒有做過其他冠狀病毒 可能這個已經有相關的數據 我們尤其像我知道像台灣的這種合成技術 其實也都蠻好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透過結構式的修改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來找到這些藥物 這個其實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一個資源跟方向 也是希望我們可以提供的 然後話題我要先 差不多一個算是廣報 也算是我們希望 其實在COVID-19的這個資源裡面 我們身為專業的這種情報數據就提供不上 我們實際上我必須跟各位說 我很確定在小研業之前 我們就一直在討論說 我們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在這邊其實你可以看到 不論是從我們Google的網頁 或者是我看到疫情最嚴重的Google 我們公開的一部分 就從書局裡面公開的數據 就是從研究的論文、專利、訴訟 或者是現在的這些要拍攝的情況 我們已經把這些東西都已經全部公開 在我們這個就資源專欄裡面 或者是每週都來更新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數據公開 去移除掉科學家們之間的認證 我們叫GALTA SILO 那希望透過我們這些數據 能夠讓這些非常聰明的科學家 非常認真的科學家 能夠很快從現有數據裡面找到一些機會 能夠幫助我們來得到更好的藥物 然後趕快關節自己